2000年前的伯利恒小鎮 耶稣的诞生场面宣扬圣诞意义 还有圣诞节家家户户的温馨故事 这是国际青少年联合会的志工们带来的演出 结合新一区公所举办的活动 带给大小朋友圣诞的欢乐氛围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可以跟我们IYF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来合办我们这个圣诞主题的音乐会 那这个圣诞主题音乐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到了年终岁末 接近这个圣诞节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剧 那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 我们这边所有来演出的都是我们的海外的志工 是来自好多好多个国家的 所以今天下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 过一个非常充实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午后 欢迎各位我们新一区的居民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天下午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参与今天这场音乐剧的饗宴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这是我们新一区公所搬到这个新址以来 第一次在我们这边办这样一个大型的音乐剧的活动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IYF全力的支持 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其实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国际青年之工 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温暖 那他们呢在这个每一年年底接近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就会举办这样子的全国巡演 那今年非常荣幸我们的首发场就在我们新一区这边 那我想今天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道具啊然后各位各种这个表演都非常非常的 着实又精彩 今天会有两场表演 第一场是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意义的一个故事 是关于耶稣的诞生 第二个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家庭他们的心和为一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和睦的一个 这个主角是一个叫做安娜的孩子 他也常常开玩笑也犯很多的一些事物 然后他就是发现了家庭的珍贵 然后让这个家庭变得和睦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拥有的这个家庭是有多么的珍贵 会让他们的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 有很多人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巡回表演 美国也有这样的巡回表演 很多人都受到了感动 我的想法并不是最重要的 要去理解对方的心 然后让心扯为一 然后得到了很多的变化 希望各位可以这样子去看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们 用热情的心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活力 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远渡重阳来做公衣服务 目前幕后包括道具服装都亲自筹备 借着海外国际活动与世界接触 同时也培养国际意识 观赏者也借着音乐剧 感受圣诞欢乐氛围 找到属于家庭的文心记忆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